何西亞書、若伊書、摩斯書、牛巴底亞書 若蘭蘭蘭蘇、微佳書、蘭紅書、黑巴谷書 西方亞書、黑格書、還有塞加利亞書 聖經舊約有十二小仙之書 但《靈情日記》播了十一卷書 還有哪一本書呢? 馬拉基斯 原來還有他 看了《靈情日記》這麼久的你 沒理由不看馬拉基斯吧? 馬拉基斯充滿著很多神人的對辯 第一張多次出現的一件事就是 人怎樣去抗辯 讀完《黑格斯》之後 緊接著就有黎石洪牧師 和大家一起用馬拉基斯零修 馬拉基斯雖然篇幅不長 但作為聖經舊約 最後一卷書都有特別的意義 馬拉基斯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盼望 舊約似乎黑暗 信徒的生活似乎沒有出路 正因如此 在馬拉基斯裏給我們看見一個更大的出路 就是新約的尼塞亞降臨 而當中有使者的出現 神已經將使者預言出來 將來的信仰必定有出路 就是耶穌基督的信仰 尼塞亞的信仰 我們心要回歸上帝 馬拉基斯教導當時的祭司要尊重和敬畏上帝 而今天同樣都成為我們作為侍奉者的學習 今天我如何做一個侍奉神的人 我的心態 我的言語 我的行為是直接影響接觸我的人 所以今天我在神面前 我如何在你面前有好的追求 我的心 我的言 我給我很大的提醒 要做一個上帝流通管制的步驟 如果想寧情日記成為你的靈收好工具 你可以在這七個時段收睇創世電視 又或者登入寧情日記的Facebook 和下載寧情日記APP 隨時隨地都可以收睇